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因为我们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过 就简单说过一两个电影 所以有朋友也在问 特别是谈到这个《默日迷宗》 那这个它是引述了圣经的故事当中的一段故事 就是有一天好人或者被神认知的这些人就被神接走了 我具体的故事没看过 那我只是看这个电影 它从这个故事影片当中描述出来 演绎出来 就是拍了这个片子 很多西方的好莱坞的电影都是根据《圣经启示录》 或者《圣经新约旧约》里面的一些事情拍成了电影 这个就是很多是这样 那也有朋友就提到说 涛哥你应该看这个 涛哥你应该看这个 涛哥当时这个《圣经》里是怎么怎么说的 其实有另外一个印度电影 Oh my god 这个电影有中文解释 我觉得这个电影是相当相当成功去解释现在的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和神明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咯 那我个人看过了 那找机会跟大家理解我个人狭隘 分享我个人狭隘的认识 当然有那么一句话了 说当人真正有难的时候 神啊 真正的神的慈悲会展现 其实我就提了一个疑问 我依然有个疑问 神的慈悲展现的时候 作为我们凡夫俗子的人 认识吗 你能认识那是神佛的慈悲吗 我最朴素的认识 当有一天神或者佛展现在天际的时候 就已经完了 因为人不配直接面对神的 人身上是有罪恶的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和说法是非常有限和朴素的 我只想寻找答案 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我个人只是把住最关键的一点 最实惠的一点 拒绝邪恶 神就应该帮我 拒绝邪恶 神就应该帮我 除非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 这天地良心 人性和佛性又从哪去交代呢 是没有的 所以我秉承着看不见的人性的一面 去拒绝邪恶 拒绝中国共产党 就是我个人认为的最佳的选择 那现实的环境 现实的过程 我们现实看到的一切 走到现在 我个人认为 我这样的选择是相当聪明的 有关上海出的事情 中共上层说话了 马凯 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上海踩踏 副总理马凯炮轰 影响极为恶劣 上海踩踏事件一周 那连锁反应不断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6号罕见公开指责外滩踩踏事件 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上海市长杨雄作说 要吸取踩踏事件写的教训 那中共官方的人民网报道讲 马凯是在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到 那上海外滩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杨雄不是政治局委员 马凯是 那韩正是政治局委员 那马凯作为国务院副总理 他以国家干部的角度去指责韩正 这是明确的 杨雄不得不承担责任 对吧 公开承认这是写的教训 那也就是说小便子被抓住 而马凯的背景是温家宝 那温家宝跟江家帮事不两立 对吧 温家宝坏了江泽民曾庆红的事 是温家宝在两年前 现在说叫三年前时间太快了 2012年3月15号 是温家宝踹死的薄熙来 毁了整个江家帮多年运筹帷幄的大计 而2007年 当年也是温家宝阻止了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 扮演后来的习近平的角色 是温家宝干的 所以马凯说话 借助这个机会说话 给我的感觉 如果他真的隶属于温家宝派别的话 他是长输了一口恶气 啥意思啊 可逮着你江家帮现实的挨板子的地方 忘死了大人 有些事情不好往下说 但事情发生了就这么发生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针对这个上海事件 马凯以国家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 直接点明说 这是给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话 这个评价就变成了 把江家帮把上海帮 当成老百姓的靶子打 而作为马凯国务院副总理的角度 站在了人民的一边 去打击上海市政府 所以这是2015年1月1号 新年所带来的开端 那更有趣的是国家旅游局 国家旅游局要上海市政府负责 这件事情怎么来的 他说在马凯在6号 以那样的方式批评了韩正 批评了上海市政府之后 国家旅游局官方网站在显著位置 刊登了副局长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利的文章 外滩踩踏事件告诉我什么 直指当地政府要对安全负责任 但是到6号下午官方网站上找不到这篇文章 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市旅游局 组织开展旅游安全大检查 他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在国家的层面 在国务院的层面 一定异口同声的找着机会 要干韩正 要干上海市政府 那所以当马凯说话之后 其他的人一块干 但是有人可能掌控着更大的局面 可能认为现在这么去干的话 有点急着了 所以就改了 在我的看法当中 中共官场的概念 这种打斗的概念 就像中共官场上面的男人 大家共享女人的概念一样 很简单的事 就这么点事 上海出事之后 我们今天知道这是头七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 我个人认为看到一个现象 起码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现象 在新闻媒体控制上 在网络控制上 控制力度非常大 或者说我们听到被点到的名字 往往是上海 不是中央级的 不是中央级的 大家讨论争论 随着这个过程当中 就把上海当地的做法 给突出出来 这是给我感觉非常深刻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是自由亚洲电台的 他直接说上海外滩 践踏悲剧之后 当局 严控死者家属和媒体 那这篇文章 他引述了外方记者的文章 他上来提到说 悲剧发生之后 中共当局 严控死者家属的言行 禁止他们彼此沟通 不许他们与媒体接触 而上海警方禁止外国 记者采访 纪念死者的活动 那美联社更详细的报道讲说 践踏事件发生七天 这就讲中国人的头七 这种悼念仪式是中国的传统 但是在这一天的传统当中 所有到现场去悼念死难者亲属的 这些人 都被警察限制 只能五分钟 那谁要在那哭 谁要在那表达 如果他情绪上有所激动的话 即刻就被警察抬走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看到的场面是上海当地市政府 持续的做法 这个做法 将会成为明天 韩正的罪责 非常有可能 那我们刚才所触及到的是 中共官方媒体的宣传 就是当地上海市政府的宣传系统的做法 对吧 政法委系统的做法 那宣传系统呢 其实在中共官场当中 有个非常斗嗝 又非常让人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情 既斗嗝 又能理解和接受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叫做约严 是刚刚下去的南京市市委书记杨卫泽的红颜知己 据说俩人呢 还有个孩子 那这个女孩在学校里呢 就称为是校官 就这么说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她实际是一个南京市 南京市新区的宣传部长 她的官位是宣传部长 有人说被带走 是因为杨伟泽失踪了 被抓了 那她紧跟着她也失踪了 红颜知己 美女 受过教育 主管宣传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宣系统 上至中央电视台 对吧 再到中共什么文宣系统 党校系统 什么马安列斯宣传 这个什么翻译局 对不对 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 男的官 棒着女学生 合在一起 主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意识形态的宣传 老百姓的思想教育 普通人的道德规范 就这么来的 从上 之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